2009年,一部延续港产景匪片《优良血脉》的《窃听风云》,为华语影坛树立了景匪片的新标杆。 经过两年筹划,今年导演麦兆辉、庄文强携手监制《耳东升》,带领刘青云、古天乐、吴彦祖这对景良人马续写风云。 8月8日,记者前往电影《窃听风云2》在京的首次典映现场,对观影观众进行独家采访。 对影秘来说,原班人马齐上阵,看的就是原汁原味。 记者现场了解到,观众之所以选择观看该影片,大多数都是冲着演员阵容来的。 查到地主归了,查到还等什么? 你的货卖不卖啊? 你告诉我,我老婆在什么地方,我卖给你。 我怎么知道你老婆在哪儿,我没时间啊。 那肯定是吴彦祖,然后还有一些细部啊,曾江啊,那个高启径啊,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。 那肯定是影帝飙系了。 就是吴彦祖,刘青云,这几个人其实曾江包括都是,就是勇于非常喜欢他。 据了解,电影《切听风云2》延续了上一部的故事风格,并将地主会,股市等融入剧中,围绕商战黑幕展开反腐斗争。 因其涉及金融犯罪,在华语电影历史上属于极为罕见之题材。 对此,部分观众表示,虽然不太了解片中股票内容,但丝毫不影响观影的激动心情。 片中,本市手足关系的三兄弟变成了一敌一友的对手,再加上金融题材的贯穿,举行跌宕喜福,扣人心弦,成为该片最大看点。 看来《切听风云2》目前已取得不俗口碑,但具体票房如何,还要等上映之后才能知晓。 据悉,改片将于本月18日正式上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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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